作为一台德系的D级轿车 宝马7系一定是每一位成功人士都绕不开的这么一台座驾 那今天这台更是来头不小 M部门亲自调教的最强12纲 它还跟劳斯莱斯共享一台6.6T的发动机 3.8秒就能完成破百 而且目前它几乎是家族的科技术的这么一个满配的状态 M performance吗 760吗 那肯定上来要先试一下这动力了 来咱们试一下 油门到底 这个声音真的是太浑厚了 而且感觉它扭曲上得特别快 源源不断 然后这个车一直在提速 是我感觉有点胆怯了 我天 但是今天我们聊它非常内核的安全层面 这台车用了非常智能非常超前的很多科技 相信今天的视频一定非常开眼 7系是一部既可以请司机开 又可以适合老板们亲自驾驶享受乐趣的这么一个行程轿车 那当然了 我肯定会自己驾驶 如果我在停车场遇到现在这样一个不太友好的状况 那我觉得不用担心 你不用打诺人电话 不用从天窗跳进去 那这部车呢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非常科技的功能 只需要拿出来这把钥匙 然后轻轻的按一下这个功能键 这部M760LI呢 它就会缓缓的自己从车位开到我的面前 我天这东西太有乐趣了 我觉得这功能够我自己玩上大半天的 其实在我们体验的时候 我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小问题 在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停车场里面 我开错的路进了一个比较窄的路 然后前面又没有停车位 这个7系的车身非常的修长 我根本没办法掉头出去 那宝马在这个时候呢 又提供了一个黑科技 只需要挂上倒挡 然后按这个泊车辅助的这个按钮 它会自己向后倒车 还原刚才50米之内 我的所有正向操作 大家看啊 它自己在倒车 完全自己倒车 有一种录像带倒放一边的精确感啊 所以这个是宝马的一个黑科技 同时这项科技也是宝马的全球首创 很多汽车品牌现在都有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动不动上市就说自己是L2啊 2.5啊 甚至还有说自己是准L3级别的 反正是怎么说的都有 PPT大家做的都挺好 可是啊这些德国的这个旗舰车型 很少会聊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在这些旗舰产品上 这些功能必须都是标准配备 那L2级的基本功能 其实就是车辆会辅助你控制两个动作 前后和左右 那像全速域的主动巡航 包括低速自动跟车带排队功能啊 这些功能对于M760LI来说呢 都是L2级别套装的这么一个必备的一个配置 那这台车在这些丰富的科技功能打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觉得它进一步的补强了它的很多科技 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个高级避让障碍物的这么一个辅助功能 会在我躲避前方的障碍物啊 车的时候会根据当时的情况 会调整我的转向力矩 那车呢会辅助我进行一个紧急的避让 那我去避让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啊 这个车的动力又非常的强大 这个系统会让它收放自如 不会说我躲避之后 这个车会有一个失控的风险 那这样就会非常的贴心 非常的厉害了 还有啊就是超市附近啊 小区里啊 经常会有这个电动车啊 横穿啊 经常会发生鬼探头的情况 这台车在监测的时候啊 会提醒我这些风险的发生 在紧急时刻 甚至它可以帮我去主动给脚刹车 那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会给我的日常驾驶多上了一层保险 另外呢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套装啊 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能自动变道 这台车一样可以实现 那比如说现在我开启一个主动的续航控制 那系统开启之后呢 我只要按住这个转向灯杆 这台车就会在自己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去变道 这功能体验起来非常有未来感 我觉得大家特别值得去体验一下 其实以上啊 这么多科技按照层级和功能 种种算下来啊 二十多项 这个菜单其实和功能啊 是有点麻烦的 但是呢 公司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开车的时候啊 你要想启动这个全面的功能 只需要按下中间这个按钮 这一圈绿灯一亮 这个科技就等于全副武装上来了 特别的方便 如果说啊 刚刚那些主动安全科技体现了宝马 在一台旗舰上能够看得有多远 那其实呢 背动安全方面是体现出这台旗舰 它走得有多稳 这个标志啊 是碳纤维标识 那这台车由于这种独特材料的应用呢 轻量化 刚性 动态响应啊 都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提升 同时呢 也提升了它的整车架控的一个安全性 碳纤维车身结构的出现呢 也让它在背动安全方面拿得稳稳的 即便它是一台旗舰座驾 它也拥有宝马标志性的特征 充满了驾驶乐趣 乘坐感受呢 既扎实又稳健 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感官上的一个体会啊 但是呢 在我们不容易察觉到的一些地方 这部M760LI呢 用了前瞻的科技 用了成本啊 工艺啊 又非常高的碳纤维内核 然后呢 去附上整个品牌最强的一个技术保障 一同为它的驾乘者拥有者 提供着顶级的安全防护 把安全这方面呢 直接做到了一个极致 我想呢 这才是一台最强豪华旗舰车 应有了姿态 我一直在做到一个极致的原因 我一直在做到一个极致的这种 一种最后的年轻人 是什么 我一直在做到一个极致的 决定的社会